上回书说到孙权睡醒了之后 才知道刘备跟孙夫人 由赵云保着 已然离开南徐回归京州 孙权气坏了 臣武攀障听令 赞 你们带着五百精兵 赶紧把刘备给我捉回来 提头来劲 干脆就把刘备杀了 两个人接过令箭 点起了五百精兵 立刻就出发了 孙权越想越生气 一伸手就把桌岸上的玉燕 抄起来了 我要杀你这刘备刘权德 把玉燕扔在地上 是摔个粉碎 老将军成仆在旁边看见了 主公 你纵有冲天之怒 可是 陈武攀障去了之后 也拿不回来刘备刘权德 什么 难道说他们敢违抗我的命令 主公啊 难道您不知道 君主自幼好官武士 而且为人言议刚正 东吴的战将 谁不惧怕君主 既然君主肯跟刘备回归荆州 他的心就向着刘备 陈武攀障 陈武攀障 见着君主 他能够下手吗 哎呀 孙权气得胡须都扎扎起来了 伸手把自己配件结下来 将亲周太廷令 咱咱 把我身旁配件给你们两个人 马上点起兵将前去追杀 有这口宝剑 娶我妹妹跟刘备的向上人头 围领着斩 尊令 两个人接过孙权这口宝剑 点起了一千大兵 往下追赶刘备 咱们再说刘备刘玄德 纵马加鞭从人推动车辆 快走 说快走 这车走的也快不了 刘备这匹马又不能撒欢 赵云带着五百兵 就这样往前走 走了两个更次 说现在走了四个小时了 这车到了哪了 就到了柴医桑接手 就听见后边喊杀连天 刘备跟赵云回头一看 身背后尘头大起 坏了追兵来了 手下兵将禀报赵云 自龙将军 后边有追兵 刘备刘玄德急坏了 自龙将军 追兵到了 可怎么办呢 主公 您跟着孙夫人赶紧往前走 由我赵云挡住追兵 这样车辆往前走 刘备陪着孙夫人赵云赵子龙挡杀后边的追兵 车辆往前走 刘备刘玄德跟孙夫人的车绕过前面的山脚 突然间看见前边几千大兵厌尺排开 当中大道旗下两员大将全身披挂整齐 这两人大将正是周瑜手下护卫 徐胜丁凤 两个人看见刘备 高声喊嚷 刘备 早早下马授起 我们奉周都督将领 在此守候多时了 刘备一听 刘备就叹了气了 刘备没辙呀 万也没想到周瑜周公锦 派徐胜丁凤在这埋伏了一只人马 那周瑜不是傻子 恐怕刘备逃走 所以刘备刚刚到了南徐 跟孙夫人拜堂成亲 周瑜就传下命令 让徐胜丁凤带着三千人马 在这地方闸下迎战 派巡迎廖少的兵将每天登高遥望 如果刘备真想走 他要走汉路 必然经过此地 只要看见刘备走 向上一斗 把刘备的人头拿下 所以徐胜丁凤今天果然等到刘备刘璇德了 看见刘备的马 看见孙夫人的车了 徐胜丁凤就把人马裂开 挡住了刘备的去路 刘备吓坏了 只好拨转码头问赵云 自拥将军 前边有兵 后边有兵 前后无路 如之奈何 刘备真没主意了 赵云说 主公您不要周急 军师给我三道锦囊庙计 告诉我 在紧急之时 让我拆这第三道锦囊庙计 前两道庙计 已然应验了 您等着 我马上掏出庙计给您看 赵云打开锦囊 把第三道锦囊庙计拿出来 递给了刘备 刘备接过离开 刘备才踏实 把这锦囊庙计交给赵云 让赵云收起来 刘备甩凳竿下马 来到孙夫人车前 哭通一声就跪倒了 这刘备是真会演戏 再说刘备也真着急 夫人 刘备有几句心腹之言 要对夫人讲明 刘备说的这眼泪 是一顿一顿望霞掉 孙夫人很奇怪 丈夫 你这是怎么了 有什么话 你就识对我说 刘备跪在地上 抬头看着孙夫人 流着眼泪说 夫人 我刘备有几句肺腹之言 事到如今 也必须对夫人 以实情相告 张 你起来 你我夫妻何必如此 有什么话 你就讲吧 刘备没起来 仍然跪在地上 夫人 当初吴侯跟周瑜定下计策 命旅犯到荆州求亲 把夫人嫁给我刘备 让我刘备入赘东吴 实际上是用夫人为香儿 而调我刘备 然后把我困在东吴 吴侯跟周瑜 去要我的荆州 等荆州要到手之后 再把我刘备杀了 可是我刘备知道 明明事迹 我还来了 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夫人 是女中丈夫 我刘备不怕死而来 知道夫人一定会可怜于我 没想到昨天我听说 吴侯又要害我 所以我才跟子龙将军 定下计策 说荆州有难 借这个办法好 回归荆州 幸得夫人怜爱我刘备 跟我共同而回 可是夫人 你看 吴侯已然派兵将 在后边苦苦追赶 前边 周瑜周公锦派两个人大将挡住去路 夫人 只有你才能劫此大难 如果夫人不救我 我就请死于夫人车前 以保夫人之德 哎呀 刘白这回是真苦啊 孙夫人受得了吗 不由到冲冲大怒 柳梅道立 幸远圆征 好啊 丈夫 你先起来 切已然听明白了 我的兄长 既然不拿我当做亲生骨肉 我有什么脸面 再跟他相见 今日之为 由我来解 车夫 推动车辆向前 卷起车帘 刘白这才站起来 赶紧上了马 车夫推动车辆向前 把车帘卷起来 孙夫人一看 徐省丁凤带着兵将挡住去路 孙夫人用手一指 徐省丁凤 你们两个人难道要造反吗 徐省丁凤看见郡主了 赶紧甩灯 离岸下马 扔了兵人插手十里 徐省丁凤不知郡主驾到 我们是奉了周都督的命令 在此尊厚刘白 安敢造反 孙夫人一听周瑜的气更大了 你没有本事要荆州拿我做美人计 现在要害我的丈夫刘白 孙夫人用手指着徐省丁凤是大骂周瑜 我告诉你们 周瑜这个逆贼 我们东吴并没有亏待他呀 我的丈夫刘玄德是大汉皇叔 我已然禀明了母亲 跟我的哥哥说清楚了 我们夫妻要回归荆州 好啊周瑜 你竟敢派战将再次挡住我夫妻的道路 徐省丁凤 你们在这儿是不是想抢夺我夫妻的财物 徐省丁凤哪敢顶撞郡主 哎呀 夫人息怒 我们两个人不敢 这是周都督的将令 哼 你们怕周瑜 可我不怕 周瑜杀得了你们 难道我就杀不了周瑜吗 周瑜你等等 有朝一天我非娶你向上人头不可 来呀 推动车辆往前走 徐省丁凤一想 我们是干什么的 我们是吴侯孙权手下的战将 这是吴侯孙权的妹妹 这是郡主 他是主 我们是臣呢 再一看赵英赵子龙 跨下马掌中枪 两个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先说得了 咱们哪别管人家家务大事 徐省丁凤马上传下命令 我并闪开 哗的一下 兵将往两旁边一闪 当中间把路让开了 刘备看孙夫人车辆过去 赶紧纵马相随 赵云带着五百兵 保着刘备继续往前走 徐省丁凤没办法 只好继续在这待着吧 时间不大 陈武攀帐就到了 这四园战将见面一说 是孙权派着我们来追赶刘备 徐省丁凤杠他们走了 惹不起孙郡主啊 陈武攀帐说不行 主公有令 一定把刘备拿回来 那咱们再追吧 四个人合并一处 继续往前追 这时候刘备就听见了 后边喊沙连天 刘备又得求孙夫人 夫人 后边追兵已然到了 怎么办呢 丈夫你不要着急 你骑着马往前走 我跟子龙将军断后 赵云勋说 这回孙夫人有令了 主公您骑着马 先往前走吧 刘备催马往前走 孙夫人让人把车辆回转 五百兵排开了 赵云跨下马掌东腔 保着孙夫人 一会儿的功夫 这四元战将来到郡主面前 看见主人了 就得甩凳离肝下马 插手实力 孙夫人用手一指 尘武攀帐 你们来此何干 郡主千岁 我们奉主公之命 请夫人跟刘璇德回归南徐 孙夫人把脸望下一沉 用手指着这几个人 都是你们这些战将 你们这群匹夫 你们理解我们兄妹不合 告诉你们 我已然嫁给黄叔刘备 今天随我丈夫走 是光明正大的 我又不是跟人私奔 我放母亲辞职 随我丈夫回归荆州 就是我哥哥 他也不应该拦睹于我 你们两个人 一仗兵威 难道想杀我吗 这四元战将面面相觑 心里都这么琢磨 终究他们是一家子 我们是东吴的战将 再过一万年 孙权也是孙夫人的哥哥 刘备刘玄德 也是孙夫人的丈夫 是国泰的女婿 我们干嘛 等孙权一翻脸 吴国泰一翻脸 一瞪眼把我们杀了 干脆我们不如做个顺水人情 四个人一对眼官 心齿相同了 连声后退 孙夫人立刻传话 子龙将军 推动车辆往前走 前去追赶我丈夫皇叔 这孙夫人还真横 从人把车辆要调过头来 赵云拨转马屁 带着五百兵 保着孙夫人 往下追赶刘备 徐胜就跟这三个人说 干脆这么办吧 咱们四个人一块去见周都督 把这件事禀报清楚了 这三位战将还没说话呢 就听见骂他轮临声音所响 几员战将顺声音一看 两员大将士蒋秦周泰 后边一千马队如飞而至 蒋秦周泰来到这四员战将面前 中尉 看见刘备没有 对不起 看见了 刚过去 为什么不把刘备生情活捉 二位将军 二位将军 我们惹不起 敬主千岁呀 孙夫人一发话 我们谁敢拿刘备呀 蒋秦一伸手 把孙圈的宝剑 举起来了 看见没有 主公圣怒之下 封一口剑 在此叫先杀郡主 后斩刘备 如果要不把刘备跟孙夫人斩杀 就拿我们二人人头试问 这四个人一听可着急了 怎么办 咱们是追还是不追 追呀 再不追咱们人头就就落地了 这四员战将一想 既然孙圈你要杀你妹妹 那我们就追吧 蒋秦说怎么办 你们两个人马上去禀报周都督 反正孙夫人坐在车辆之上 他们带的都是步军 也走得不快 我们四个人在汉二上追赶 你们赶紧禀报周都督 你们在江中追赶 徐盛丁放马上去禀报周瑜 蒋秦周太陈武攀章 四个人带着一千五百兵 沿江往下追赶 咱们再说刘备刘玄德 离这柴桑比较远了 就来到刘朗浦 刘备心里这才稍微踏实一点 想找船渡过江去 可是勒马停蹄站在岸边一看 江水弥漫 看看上游看看下游 一只船都没有 刘备低着头着急呀 赵云就跟刘备说 主公 咱们已然从湖口中逃出来了 现在靠近本地了 我想诸葛军师一定会派兵有个调度 请您千万不要着急 是啊 刘备听赵云这几句话 木然想起来这些日子在南徐过得舒心的日子 不觉得欺然未下 子龙讲究 你看看前面有没有船只 这时候就听见后边喊杀声音起来了 刘备望前一催马 到一个半山坡中 望下瞧 就瞧东屋的一千五百兵铺天盖地而来 连日奔走人困马乏追兵游道 是我刘备死无葬身之地 就在这个时候 赵云用手一指 主公您看 有船在此 咱们赶紧上船 刘备顺声音一看 就在江边上唰的一下椅子排开 来了二十多条船 这船就靠了岸了 刘备也顾不得了 赶紧骑着马到了岸边 让车辆来到岸边 请孙夫人下车 自己下马 顺着踏板就上了船了 赵云带着五百兵也上了船了 等所有人全都上了船了 游打船舱中走出一个人类 来到刘备面前 孔明给主公喝喜 诸葛亮再次等候多时 刘备这才看见是诸葛亮 刘备这高兴啊 真是 你要不驾传而来 我们就死在东吴兵将之首了 刘备再一看 所有伴做客人的 全都是荆州的水军 他们军臣说话的功夫 东吴的陈武判长蒋秦周泰 带着一千多兵就到了 诸葛亮手拿雨扇 笑着往岸边一指 陈武判长 蒋秦周泰 告诉你们 我诸葛亮已然算定多时了 你们马上回去 告诉周瑜 告诉他 不要再用美人计了 诸葛亮还要往下说话呢 周泰一声令下 射箭 一千五百兵同时射箭 乱箭齐飞 都奔刘备这条大船 诸葛亮转身回进船舱 来呀 开船 一声令下 这船是顺风而下 蒋秦这四个战将 只好看着 箭已然射不着了 自己又没有船只 只好在岸边往下追赶 刘备刘璇的 跟诸葛亮坐在船中 非常高兴 船正往下走了 就听见江中声音大振 刘备跟诸葛亮回头一看 一次排开 当中点帅齐之下 周渔周公紧坐着飞虎大战船 这只大船的哗 顺水而下 看清楚了 左边是大将黄盖 右边是老将寒当 这船这快呀 如飞而至 眼看要追上了 诸葛亮立刻传令 来呀 船靠岸 弃船登岸 上岸而行 诸葛亮带着所有的人 船都不要了 上岸 上马 骑着马走了 等周渔追到江边 一看 诸葛亮跟刘备上岸了 周渔也传命令 上岸追赶 虽然上岸了 可是大小水军 全都是步行 只有周渔这几名战将 骑着马的 周渔是一马当先 老将黄盖 韩当大将 徐城 丁凤紧紧跟随 跑着跑着 周渔就问 现在 依然追到何处 手下兵将警报 周都督 这是黄州介手 周渔抬头一看 刘备的车马 离自己并不远 来追 他一马当先指挥兵将 刘备你哪里走 追呀 啥呀 跑着跑着 周渔周公斤 走到一个山前 突然间山中 一声炮响 叨 周渔一勒 坐着 抬头一看 把周渔吓坏了 撞出五百儿郎 小刀手 当中点 大到齐之下 正是官云长 胯下赤头马 掌动青龙 掩月大刀 左边小将 官平 右边大将 周苍 挡住去了 官云长 用手一指 臭嘟嘟 官某在此 你莫撒马一战 哎哟 把周渔吓坏了 谁敢惹官云长 拨着码头 往回就走 官云长高声含嚷 周渔你哪里走 追 崔坐下 赤头马 掌动青龙 眼月大刀 望下追 五百儿郎 小刀手 唰的下就上来了 周渔害怕了 因为官云长 这批赤兔千里马 日行一千 夜走八百 宝马良居 脚腾最快 躺着官云长追上来 这口大刀一落 我周渔这条命就没了 所以周渔 拼着命的跑 跑着跑着 就听见前边 左边一声跑响 大号 周渔吓得一哆嗦 抬头一看 列得一千兵 当中间一员老将 金亏金甲 姓黄战袍 胯下黄镖马 掌中一口 勾搂鼓跃 像鼻大刀 虽然没见过 周渔猜出来了 这就是战长沙 归降刘备的老将黄忠 他这一打烂 又被 又是一声跑响 周渔顺身一看 撞出一千兵 当中间 大骑之下 一员大将 青铜盔甲 斗青战袍 跨下枣流锯 掌中一口大刀 大骑之城 抖大的一个字 喂 正是大将 魏言魏文长 两边是两千兵 后边 官云城五百兵 马上就到了 周渔周公斤 仰天长谈 来来来 全军下船 没办法了 周渔带着 所有的水军 骑马下船 这时候 就听见 诸葛亮手下的 兵将 高声喊嚷 周郎妙计 安天驾 赔了富人 要折病 周渔听见 这两句话 不由得 冲冲大怒 大骄一声 哎呀 金疮崩裂 扑通一声 倒在船上 到底周渔 性命如何 下回再说 什么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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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 有点 有点